醒目一拍咱们书节上文 按说今天啊 咱们应该讲这个热闹的回目了 怎么个热闹的回目呢 赶尔丹回来了 赶尔丹为什么回来呀 那还不是就是为了 给自己的亲哥哥 一奶红包的亲哥哥 绰罗斯的森格报仇 那么说找谁报仇呢 找谁呀 找自己那两个同父异母的 也是亲哥哥的 车臣太迹和卓特巴巴图尔 这要是 给咱们中原人看来呀 那也是妥妥的家族内乱 如果按中原的礼法算起来呀 这三个人 无论他们是怎么打 怎么掐 谁把谁杀了 那他们也都是 这绰罗斯杆尔丹的亲哥哥 这报仇的环节嘛 那肯定是热闹 不过呀 在讲这个报仇环节之前呢 咱们先得讲一个神秘环节 咱们先得讲讲啊 这绰罗斯杆尔丹 怎么就成为了 这西藏皇教的活佛了呢 转世在杆尔丹身上的 这个西藏密宗活佛 在藏传佛教当中啊 他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 这会儿的杆尔丹呢 还真是西藏皇教 密宗的一位活佛 第四世的活佛 叫尹咱忽图克徒 刚为广为流传的呀 是藏语的名称 叫做温萨活佛 那么说啊 这个温萨活佛 在西藏的皇教 乃至在整个藏区的 这个喇嘛教当中的地位 又是如何呢 我一说您就明白了 这温萨活佛 那可是大活佛 他可不像现在说的 那个北京地区呀 遍地都是仁波切的那种活佛 是真正有传承的转世活佛 大到什么程度 我一说您都得惊讶 并且我一说您就能明白 这温萨活佛 在这个藏传佛教 格鲁派当中的地位 非常之尊贵 应该呀 能和这个达赖齐名 那有人说了 那和达赖喇嘛能齐名 那就必然和这个班禅喇嘛 也齐名了呗 不对 他和班禅喇嘛 压根就是一个人 哎 您别糊涂 您听我给您说 这温萨活佛呀 哎 传到这个第七世的时候 这位大师的名字叫什么呀 这位大师的名字叫 桑雀吉尖赞 有人说听着怎么这么耳熟啊 对呀 这就是前两天呀 咱们曾经提到过的 第四世班禅呢 顾史涵呢 统治了西藏之后 他虽然呢 巩固了这个皇教 在藏区的地位 给了当时皇教的领袖 达赖喇嘛 无限的荣光 但是为了平衡达赖喇嘛的势力 他就败了一位格鲁派的大师为师 这位大师就是温萨嘎举 桑雀吉尖赞 并且呀 他给这位雀吉尖赞 册封为班禅喇嘛 和这个册封达赖一样 他册封这个班禅呢 也是册封为三世班禅 哎 这没毛病 这显着多有传授啊 这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 不是也把他爸爸 他爷爷都封为皇帝了吗 这显着呀 我们家坐以来 就有着当皇上的根 要是人藏传佛教 格鲁派呀 人家呀 也知道节子过日子 您这个桑雀吉尖赞呢 现在已经是班禅大师了 但是啊 这温萨嘎举这个称号啊 不能浪费咯 咱不能把这挺好的 这么一个活佛系统啊 烟进咯 于是啊 他们就另起 重新的给这个温萨活佛 建立了一套活佛转生制度 那么下一任 这温萨活佛是谁呢 哎 就是这个桑雀吉尖赞的老师 但是他可不是第八世 他不从他学生制开始排着 那就是第一世呗 那也不行 因为这个第一二世 温萨活佛呀 那可是真正的大德高僧 这一世啊 就索南取朗 二世啊 就卢桑顿珠 这都是这个耳传秘诀的创始人 哎 这个喇嘛叫为什么叫密宗 您明白了吧 这是殿吉人 这一二世的温萨活佛啊 就被奉为了一二世的这个班禅喇嘛 所以说现在咱们另走温萨系统啊 哎 也得从这个三世开始 为了更好的传承这个藏传佛教 这温萨活佛呀 他负责传教的范围啊 就是魏拉特地区 也就是现在呀 新疆的北疆地区 这一来二去呢 这温萨活佛在这个魏拉特人心中啊 那威望就非常大了 这大到什么程度呢 哎 上文书啊 咱们提到过的 巴托尔魂台集 创造了魏拉特法典 这位温萨活佛都是全程参与的 而且呀 作为这个首席大喇嘛 还得呀 在这个法典创立以后啊 念经几日 为这部法典加持加持再加持 哎 这一日长两日短的 这温萨活佛呀 岁数可就大了 有一天呢 他想啊 回拉萨呀 看看故人 去布达拉宫 看看达赖喇嘛 哎 回到这日喀泽 到这个扎士伦牧寺呢 去看看这个班禅喇嘛 而且呀 也想回自己的主寺看看 这温萨活佛的主寺在哪啊 温萨活佛的主寺啊 在今天西藏日喀泽市 有个地方啊 叫江当乡 雅鲁藏不江的南岸 就在那儿啊 有一座历史非常悠久 非常安静的小庙啊 就叫做温萨寺 这里啊 就是当年一二世温萨活佛 出家的地方 从哪出发呢 从现在新疆北疆的伊犁 这里啊 是后来这个整个二韩国的首都 这活佛的遗仗啊 走在街上 就要我出城回拉萨了 这时候迎头啊 就从远处来了一队人 为首的是一位妇人 哎 非常高贵的妇人 从这个穿着打扮上 就能看得出来 见到这个活佛以后 扑托通跪倒 当街一把就抓住了 这个活佛的马凳 这活佛低头一看呢 认得这位妇人呢 是准干尔布头人 巴吐尔婚胎级的妻子 在娘家的时候啊 身份就非常高贵 哎 名字叫做阿敏达拉 这活佛就问 妇人你有什么事吗 阿敏达拉呀 往前跪爬两步 说我尊敬的活佛 我现在呀 只有一个儿子 请您再赐给我一个儿子吧 他说的儿子是谁呀 他说的儿子 就是上一集 哎 被这个两个兄弟杀了的 这个 绰罗斯森格 这活佛笑笑说啊 这都不叫事 行了 我答应你 神佛呀 会赐予你一个儿子的 可是阿敏达拉 听完之后 并没有起身就走 他就是这个活佛的马灯子 哎 又说话了 他说活佛呀 活佛 您呢 您是已够 您看您能不能答应我 如果再转世的话 干脆您别去别的地儿了 您就直接来我家 来我的大帐里 转世成我的儿子得了 那活佛一听就急了 说去你奶奶个爪呢 你骂谁呢 那么说这是活佛说的吗 那不是 这是我说的 哎 咱们这么顺啊 如果这个活佛 是个中原汉人的话 那这一句话说出来 这活佛肯定就急了 您这简直就骂人 首先呢 说我年事已高 咒我快死了 其次呢 我要再转世 怎么着 我还得转成你儿子 等于是你饶饶骂了 我一句老不死的 你还跟我玩了 一个伦理根 可是呢 这句话呢 在人家草原 在人家藏传佛教的 理论支持下 这就是一句恳求 一句好话 哎 这活佛呀 还就真答应了 说你挨家等着吧 等我原祭之后啊 转头再来 那么说这活佛答应了 那可不能就只是 随口答应那么简单 哎 已经有人把这些事情都记录了下来 也就是说 这下一任的温萨活佛 那肯定出在巴吐魂太基他们家了 那有人就得说了 那要这么着的话 那问题就得来了 那万一这位贵妇人阿敏达拉 她要生一位闺女怎么办呢 哎呀 她要生一位闺女 当然了啊 最后的事实就是这样 她没生闺女 她生出来的就是绰罗斯嘎尔丹 哎 可是咱们接下来要说的这句话呀 我估计 蒙古人不爱听啊 这个喇叭教也不爱听 为什么呢 他因为呀 这历史上确实有过这样的势力 蒙古人控制这个密宗 藏传佛教的时候 就有这个大喇叭 转世到蒙古贵族家的实力 那前面咱们说阿拉坦寒家 出达赖不就这个意思吗 那后来呀 出了这个吃相很难看的事例 什么呢 就是啊 哎 这贵族家真没生儿子 但是呢 和这个宗教体系呀 已经商量好了 这个活佛就在你们家转世 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生生的变出一个儿子来 或者呀 偷龙唤凤 或者呢 就是借父生子 这就是乾隆皇帝在雍和宫 喇嘛说碑文里边啊 曾经影射到的女活佛事件 哎 行了 说他们了 咱们继续说 嘎尔丹 可以肯定的是啊 这巴吐尔魂太吉和阿敏达拉夫人呢 这两个人是幸运的 这活佛同意下世 转世到他们家以后啊 哎 生了一个老二 白克一看呢 嘿 是个男孩 啥也不说了 哎 这跟这个西藏的皇教啊 算是有了定对了 双方啊 都承认出生的这个男婴 就是四世的温萨活佛 看样子呢 也不存在金平撤迁这种事儿 这嘎尔丹也没有什么竞争对手 到了嘎尔丹十岁那年 也有人说呀 是到了嘎尔丹十三岁那年 这西藏教廷呢 就派出人来 嘎尖巴嘎尔丹的跑到了伊犁 把嘎尔丹就接到了拉萨布达拉宫当中 去修行佛法 就在当年这嘎尔丹正式坐床 就成了温萨嘎局 因为呀 这温萨嘎局 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嘎尔丹活佛呀 他和这个班禅系统啊 有这个渊源的关系 所以到了西藏之后呢 这嘎尔丹呢 就先来到了日喀则的扎实伦布寺 他先和这个四世班禅修佛 四世班禅很快元寂了 嘎尔丹呢 又去这个拉萨 来找到这个五世达赖喇嘛 在五世达赖喇嘛的坐下 继续修习佛法 那这会儿呢 这卓罗斯的嘎尔丹 虽然呢 已经是这个达赖坐下的弟子了 可是说呢 这五世达赖呀 可不光就他这么一个学生 这达赖还有一个弟子啊 叫桑杰伽措 就成了这个整个藏区的第八 那么什么叫第八呢 这第八呀 如果单纯的解释起来呀 应该是韩王的执政官 那咱们这么说吧 这个藏区的宗教领袖呢 应该就是像达赖呀 班禅呢 这个政治领袖 也是国家元首是谁呀 就是韩王 现在的整个藏区 受和说特韩国的大韩控制 可人家何处特韩国呀 蒙古韩国 哎 人不光啊 有藏区这个地盘 所以说在藏区 就得留一个执政官 就是这位桑杰伽措 改尔丹的这位同窗密友 桑杰伽措呀 哎 他的故事咱们以后还会提到 咱们现在呀 得继继续说这位 这位赶尔丹 一转眼 这位活佛 赶尔丹已经26岁了 哎 那么说着 赶尔丹在整个藏传佛教系 最牛的老师 坐下修习佛法 他这个佛学的怎么样 哎 据史料所在 对赶尔丹的修佛呀 有这么一句评价 上边写的是 不慎爱凡书 围曲短腔魔弄 哎 这赶尔丹呢 在26岁以前 虽然是活佛的身份 但是啊 不爱念经 唯独喜欢练武 说有这么一天呢 这赶尔丹呢 在这个布达拉宫的后庭 一个消停没人看得见的地 正练武呢 哎 突然有一位师兄弟啊 找他来了 跟他说啊 这个活佛呀 你知道吗 哎 你母亲可来了 哎 这赶尔丹一听啊 这倒不算什么新鲜事 原来这母亲也来过 那他就问了 他说那我母亲在哪呢 说您这母亲呢 去见大师达赖去了 那要说 赶尔丹的这位母亲 阿敏达拉呀 那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子 哎 来到这个拉萨之后啊 根本就没去见赶尔丹 直接就找到了 赶尔丹的师父 武士达赖 他呀 想让这赶尔丹魂俗 那这是什么时候 怎么了呢 哎 这就是 接上咱们前文书了 这墨北草原出了乱子了 巴图魂太基的两个儿子 车臣太基和卓特巴巴图尔 合谋杀了自己的弟弟 准盖尔部的头人 森格 森格的母亲 阿敏达拉呀 跑到西藏 恳求武士达赖 让自己亲生的小儿子 绰罗斯 盖尔丹魂俗 让他呀 回家振兴 家业 替他的亲哥报仇 那么说 这武士达赖 修佛之人 大师中的上师啊 他愿意让自己 这位活佛徒弟 还俗去处理 世俗的事吗 哎 这武士达赖 他乐意 他美着呢 其实这会儿 这武士达赖啊 基本上已经啊 把管辖藏区的 和说特寒呢 架空了 就是因为 全民信教的原因 这个宗教领袖 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啊 已经远远超出了 世俗的国王 这会儿的达赖喇嘛的手啊 也想往蒙古地区深深 可是啊 就是没找到机会 哎 这不机会就来了吗 再有一点 哎 广靠这和说特部 来保护这皇教啊 看样子不行 因为这武士达赖喇嘛 认识到 这个韩国的实力很娃弱 也就是说啊 这人呢 忒怂 可是 改尔丹他们家的 准改尔部可不一样 那简直就是一头草原巨兽 如果能让自己 坐下的弟子改尔丹 回去掌控了准改尔部 那么以后 对皇教来说 那是大大的有好处的 那我这护教法王 要是一尊金刚 那远远的比 一只猴子 要强得多 于是这武士达赖喇嘛 毫不犹豫的 就同意 改尔丹 回新疆去还俗 处理好自己的家务 给自己的哥哥报仇 并且一定要拿下 这准改尔部的含位 这老师对学生啊 史书记载 只有三个字叫多密语 学生跟老师啊 史书也记载三个字 叫摩拜别 就这样的 改尔丹呢 才回到了新疆 哎 回到了伊犁 才引出又一番的腥风 谢余 谢余